今天分享一个有钱都买不到的蜜质黄椒酱配方 拿来蒸海鲜类特别好吃 大家好,我是冯马迁 不知道大家在市场买菜的时候 是不是看见这种辣椒而不知道怎么吃呢 来,关注我,我来教你怎么做才好吃 首先,我们选用三个黄色还有一个红色的菜椒 先把它清洗一下 由于这个制作过程比较详实 所以时间比较长 那么我就分成上植和下植 上植是主要分享这个黄椒酱的详细制作过程 做法非常简单 在家里也可以做出高值餐厅里面的美食 如果大家觉得实用 那就点赞收藏或者转发分享给身边朋友 好了,第一步 我们先把这个辣椒切成五毫米左右的宽条 然后横过来 再把它切成五毫米正方形的辣椒丁 大小要均匀 切得太粗,不入味 切得太小,口感不爽脆 所以大小要均匀 红色的菜椒也是一样 三个黄的,一个红的 配点颜色让它更好看 三斤的辣椒大概能切出一斤半的辣椒丁 第二步准备十个的蒜拌 把它剁成蒜蓉 然后放在一起 第三步把辣椒粒和蒜蓉搅拌均匀 放入盐一大勺 白醋大概五十克 然后再把它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把它压平 封上保鲜膜 然后把它放到保鲜冰箱里面 腌它大概两小时 这个步骤就是让它口感更加爽脆 两小时以后我们把它拿出来 把腌出来的水分滤干 我们只要腌过的辣椒粒 鸡粉一勺 海南黄灯笼辣椒酱一大汤勺 大概五十克 这个黄灯笼辣椒酱很咸 所以用来蒸海鲜的时候就不用再放盐了 把味道搅拌均匀 然后再压平它 接着起锅烧油 有条件就用花生油 大概是三两 油温稍高一点 冒烟的状态 我们把全部的滚油倒下去 接着把它搅拌均匀 等它完全凉确以后 然后准备一个密封罐 把它全部盛装起来 好了我们这个密制黄椒酱基本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先给大家尝一个 这个辣椒酱无论是蒸袋子 蒸三倍 鲍鱼 海鲜之类的 它非常适合 因为它酸酸的 辣辣的 带酸甜 爽口的感觉 配海鲜绝配 香 然后我们加上盖 放保鲜冰箱里面 一个星期内把它吃掉 时间长了 它就不爽脆了 这一集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集分享用这个酱蒸海鲜 喜欢看我做菜的朋友们 点赞加关注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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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